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流的磁场 一旦有电流的导体 它会产生磁场 首先我们就看一个叫做 Pil Savalo 这个是由实验发现的 Pil Savalo 比如说这是一条很细的 要记住这是很细的一个导线 它在周围都会产生磁场 那这个磁场是等于什么东西 那么就有科学家做实验 来看看这个空间 某一点的磁场应该是多少 那么它现在首先就看 假如 只取一段DL 很短的一段DL 不是全长 DL这么长一段 带有电流的一个导体 它在这个 DL就是很小很小很小 就跟一个点一样 它在这个位置 R的位置 有个P点 在P点上面就产生一个 小小的磁场激素 这个磁场激素 它由实验发现是这个东西 你说为什么是这个 那不知道 它就是这个 大自然很多东西是 我们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 这个不是导出来的 这是实验得出来的一个实验式 你只好记住 好 这个式子呢 前面这个4π0 是一个常数 就很像我们以前在讲 库隆定律 4π0分之1 跟那个差不多 它那个是另外一个常数 这个4π分之μ0 又是一个常数 好 乘上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的分子呢 就是电流乘上 dl cross r univactor r univactor 又是在这一边 所以dl 你看 你手伸向 dl伸向电流的方向 cross r 那么它大部分的方向呢 就是跟 这条线跟这条线 产生的面 垂直的一个方向 这个就是出紫面的 这个就是出紫面的 出荧幕的 真的 我们先看这是 i d l cross r 分五呢 就是这个距离的平方 我们把这个cross出来以后啊 它就是fi的方向 根据这个圆柱坐标 z走这边的话呢 那么在荧幕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就是出荧幕的方向 在这一点就是出荧幕的方向 如果你这一点是在这里呢 r就朝这边了 所以dl cross r 这一点呢 如果你求这一点的磁场 就是朝里头的 朝这个荧幕里面的 朝这个荧幕里面的 我没有画出来就是 因为一个图画太多东西啊 会搞乱了啊 好 现在我们看 这是一个试者啊 实验试哦 你只好背它 只好记住它 靠用 多用它把它记住 然后这个单位 里头这些数字的单位 是什么呢 电流的方向用ampere 长度 dl跟r的方 的单位 都是用meter meter b长的方向用tesla 对 对 这个是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很好记 就是十的负七次方 它的单位 用导出来的单位 它就是t tesla 乘上meter 被ampere来除 记住吗 只要多用才记得住 好 现在我们去用bilt samano 来做题目 带有电流的无限长的细导线 细直导线 在空间任意一点p 产生的磁杀 我们先把导线画成这个样子 这个虚线就代表 这条线是无限长 它带有i的电流 那现在有一点p p点 它跟这个导线呢 垂直的距离是r 现在要问 这一点的这个时长是多少 时长是多少 那现在我们就用bilt samano 来做 所以你要做的时候要怎么办呢 先写这个诗子 因为现在我用这个来做啊 诗长我们修 诗长第一个方法就是bilt samano 你用这个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去在有电流的地方 取DL 长度基数 电流在这里啊 我就在这条线上面 取一段长为DL 那现在取什么呢 DL的长度是DZ 方向呢是朝 Z的方向 这是DL R universe 我先看这个R是什么 这个R是什么 什么R啊 就是p点 p点是距离这个R圆嘛 对不对 这是p点的距离 就是从DL到p点 所画的一条直线的距离 叫做R 方向呢就是 从DL指向磁场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因为这个DL cross R 因为我们现在DL知道了 DL R universe 就是这个R方向的单位向量 好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化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化成这个样子 电流激素 磁场激素Db 那所有这个电流上面呢 我们可以取好多好多 DL长的激素 好多好多 每一个 比如说我在这里也可以取一个 那它在这里产生的磁场呢 那就是R就变成这个了 对不对 方向呢还是指向这个 因为DL cross R还是这个方向 所以它的方向啊 这个积分的时候 这是常数 发野是常数 方向不变 这个在积分上的里头 因为它按照DZ积分 所以它是从负无限远 一直到正的无限远 那现在我们知道 七分号里头 只准有一个变数啊 Z当然是变数了 那么R跟Z它是不是变数呢 那我们就看一看啊 比如说我把DL DZ变到 变到这里来 那么 这个夹角就变到这里 你不要说变那么远 变到这里好了 R大小改变了 C它的大小也改变了 所以这两个也是变数 有三个变数 在一个积分号里面 你不能积分啊 那我们要把这三个变数 把它变成同一个变数 那我们就找这个 有R 有大R有Theta的这个三角形 你看这R 这三个变数 斜边 等于R 乘Cosicum Theta Cosicum Theta就是Sine Theta的导数 Sine Theta是对边比零边 对边比斜边 对不对 那这个Cosicum Theta就是斜边 比上对边 那么 R 小R等于大R Cosicum Theta 那Cotangent Theta 我们再看 这个 Cotangent Theta 它是等于对边 比上零边的大小 零边比对边 对边比零边是Tangent Theta 那么 因为 这一点 是在原点的下方 所以它本身是负的 这个取正值 因为它的长短是正 本身是负的 那必须要负 负才能得正 所以我们就得Z 是等于这个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把R化成Theta 我也要把Z化成Theta Z化成Theta 你就找这个关系 然后 有了这个关系以后 Z等于-R Cotangent Theta 两边 为分 DZ 就等于R -R 乘成Cotangent Theta Cotangent Theta 为分就等于 负的Cotangent Theta Cotangent Theta 比Theta 这个要记起来 常常用 负负的正 所以这个是正 好 我们现在把 我们把 这个 SideTheta 我们现在把 我们求出来的 这个条件 Theta不变 R R把它变成 Theta Z也变成Theta 那么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R 所以R平方 Cotangent Theta Cotangent Theta DZ R Cotangent The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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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掉了 约掉了 那么 R 有一个 因为这里有个R平方 这次是一个R平方 OK 有个R平方 这里一个R 所以约到 一个在这里 然后 就是3C到DC 这个积分 积出来就等于这个 这个要记起来 这个常用 这是细导线 上面带有电流I的时候 与它垂直 R的这个位置 这次 的磁场 是这个样子 这个适用 要注意 这个式子 只适用于 无限长的细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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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要记住 它的方向呢 我们可以用 右手螺旋定则 就是我们的右手 伸出来握紧 小指头握紧 大拇指伸直 大拇指的方向 如果是电流的方向 那么它周围磁力线的方向 就是弯曲的这个方向 所以在B点 在P点这个地方呢 正好是进入紫面的 如果是在这个地方呢 那就是出紫面的 这个叫安培右手定则 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找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就是某一位位置的磁场大小 与该位置就是R 与导线间的垂直距离R乘反比 B跟R乘反比 还有磁力线是封闭者 磁力线你看它 我们画的这个 磁场在这里 这边就是朝这里 所以你磁力线是一个 手指的弯曲的方向 它是一个封闭的 这一定要记住 电力线不是封闭的 磁力线有开始有 有磁 有起点有终点 磁力线没有起点没有终点 它就是封闭的 磁力线的方向与电流的流向 可有以下的方法决定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电流 这是磁力线 磁力线就是说 它上面任何一点的磁场 就是这个线的切线方向 你看它是一个封闭的 这就是它的磁场 我刚刚说这个方向 可以用安排右手定折 大拇指向这里 然后呢 小拇指弯曲的方向就是磁力线的方向 好 那么从上面的这个 比奥土沙拉罗所得出来的结果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以下的几个特例 OK 你看这个 刚刚我们就算无限长的细导线 直细导线 有一个P点在这个方向 现在它的磁场 第一笔就是刚刚的 Build Savantle 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最后把它化成纯亮就变成 刚刚积分要怎么积呢 它是从 Z从负无穷大 到负无穷大 那画成Z以后呢 你看 这个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Z是这个角 当这个 跑到 无限远的话呢 我刚刚搞错了 我看看 对 这个才是对 0到P 0到P才是对 那刚刚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看这个 看看这个是什么 半无限长 刚刚那个是 我们刚刚前面是全部的长度 现在半无 半无限长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从这里 上面没有 上面没有 这个图应该不对 这个 直到这里中了 下面是无限长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这里 半无限长 半无限长的话呢 那么 它的这个 积分呢 这个应该是积错 这个应该是错的 它从这里 这是零 很远很远的地方是零 到这里是二分之π 所以它应该是零 到二分之π 这个 注意啊 这是零到二分之π 的积分 零到二分之π 零到二分之π 零到二分之π的话呢 那么 那么就跟零到π 刚刚上面是零到π啊 所以只有零到π的一半 所以它就是等于 四π二分之μ0 你把这个积分就是这个字 这个要到零到二π 零到二π 或者是 你把它 这个当做是上面一半也可以 上面一半的话 它就是二分之π到π 也可以 上面一半 就是二分之π到π 下面一半就是零到二分之π 所以这个也算对 好 记得 如果半无限长的导线 就在这个导线的头头这里 导线一端 距离这一端 垂直距离为R的地方 这个B长是这个 其实这个 我们做题目做多了就知道 不必写出来了 一半 记得这一半就是 因为整长 它的方向都是朝这里 方向没有变 所以你一半的话 那直呢 只有前面的一半 好 如果你的P一点是 导线在这里 电流的方向朝这里 电流的方向朝这里 你在这个电流的方向上面 那就表示啊 你这一点 在这个方向 θ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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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等于零的话呢 我们带到 Build Savalur里面去 DL DL是这个方向 R也是这个方向 那就是零 那就是零啊 所以 跟电流 指导线同方向的任何一个点 它的磁场都是零 这个其实我们要有多做题目里头啊 能够把它 把它 把它 规划 就是把它归纳出来 底下我们介绍 磁中跟磁场的高势定律 假如我们在空间上面 取一个DA 这个面积基数的向量 面积基数DA就是 它小的不得了啊 小的不得了啊 其实这个 这一圈呢 没有这么大 这是一个点 就是这个位置 上面的磁场是B 是这个方向 好 那么我们就定义磁通 磁通等于B场 磁场跟DA 这个面积向量 基数的内积 就叫做D5 内积 有一部分同学 你特别注意啊 你这个DOT跟XX就是不一样啊 你这个要有向量啊 你这个向量要学会写啊 你不要这个搞了半天 一句句下来没有写过一个向量这个书 那你永远学不好 好 那么这个叫做Flux Magnetic Flux 有时候我们在φ的底下加一个B 就只是磁通 如果φ的底下加一个E 大写着电 大写着英文字母 那就是电场 那就是E DOTDA 那就是电通量 好 磁通的单位叫做韦伯 韦伯 简写就是WB 韦伯 OK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数字把它展开 BDOTDA就可以 B乘DA 再乘cosθ 好 那么B乘cosθ 就是等于B厂 在DA方向上面的分量 因为DA是什么方向呢 是跟这个面垂直的方向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磁场子 垂直分量 垂直分量乘上DA 叫做磁通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 磁场的垂直分量 等于磁通被DA来组 磁场不管你是分量还是权量 它的单位都是Tesla 好 我们从这个表示式里面就发现了 它是等于单位面积的磁通 单位面积的磁通 这个叫做磁通密度 磁通密度 Magnetic Flux Density 磁通密度 那么它的单位导出它的就是Weber per meter square 你看 它本来单位是Tesla 对不对 它又可以写成Weber per meter square 因此我们磁场就有现在两个单位 一个叫Tesla 一个叫Weber per meter square Weber per meter square 是磁场的另一个单位 好 那么还有一个 一个Tesla 叫做一个Weber per meter square 它又是一万个高斯 这个要记住 这个高斯是做实验的人 从事磁学 有关磁方面实验的人 他用的磁场的单位 一万高斯 这里注意我讲义上面写错了 把这四个零给漏掉了 我比它写成一个高斯 那是错的 一万个高斯 一万个高斯 OK 所以磁场的名称 因为这里漏到一个 磁场残余的名称 共有以下的三个 磁场 Magnetic Field 又叫磁通密度 它就是磁通密度 那还有呢 我们后来会 在Induction那一章 又会讲到 磁场有时候是 由电场 随时间改变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又称磁场 叫做Magnetic Induction Magnetic Induction 叫磁感应 Magnetic Induction 有三个名称 磁场 磁场密度 磁感应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Magnetic Field Magnetic Flux Density Magnetic Induction 注意这个题目啊 英文题目上面 这三样东西都是指磁场 磁力线呢 它是头尾封闭的 看到没有 都是封闭的 我们刚刚讲 七块形状的电流啊 它的磁场也是封 磁力线也是封闭的 因此我们只要 假如我们在这个空间 取一个封闭一面 封闭这不是一个圈圈啊 一个封闭面 那你会发现 从这个面钻进去 有几条磁力线 就有几条磁力线钻出来 那就表示说 它有多少磁通进去啊 就有多少磁通出来 因此呢 我们说 穿进这个封闭面 里面的磁通 总量是等于零 或者你也可以说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 磁通的总数也等于零 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这里啊 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它写出来 正在电子圈可以导出来的 好 这个式子你不要看它 就这样子导出来了 它大有来头 它的名称很显妙 叫磁场的高斯定律 Gosmos for Magnetic Field 高斯定律 好 我们现在看 圆形线圈的磁场 这是一个圆形线圈 半径是大二 它有电流I 在这个周围 这个线圈里面 带有电流I 那么这根轴呢 是通过圆形 跟圆面垂直的一个轴 我们称它叫做Z轴 好 那么现在 我们要求 这个圆圈上的电流 在Z轴上的一个点P点 产生的磁场 那P点跟圆形的距离呢 是低 那么我们现在 只学过一个方法 就是Build Savalo 来求磁场 所以我们就用Build Savalo 首先我们要在这个圆圈上面 有电流的这个线圈上面 取一个DL 这个长度的激素 它就是这个切线的方向 很短很短 好 它 去圆形Z元处P点的磁场呢 根据Build Savalo 是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把4π分之μ0 然后R平方分之I 都造写 那么这两个向量 就是DL跟R Univector 这个方向 它的Cross R Univector是1 那么这个角度呢 正好是90度 所以它是DL乘1 乘上sin90度 那就是这个 它的方向呢 我们就是DLCrossR DL往R的方向Cross 那它就是这个方向 DB的方向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方向 是跟这个面垂直 跟这个面垂直 OK 这个面 这个面就是含有DL跟R Univector 这个面垂直 好 那么 我们知道 等一等我们要积分 积分的时候 积分的时候啊 积分的时候 因为它有方向 有方向 这个方向 会随着DL的位置而改变 所以我们要把D DB 这个方向会随DL改变的这个向量 分成两个分量 这两个分量 一个就是圆Z轴的DZ 一个是跟Z轴垂直的 这个叫做横向的分量 Transverse Component 因为它始终是横向 那么 这个就代表横向方向的一个单位向量 它大小是DT 然后电流 因为电流啊 它是具有对称分布的 你在这里有一个DL 取一个I DL长的一段 电流基数 那么它在这边 对应就有一个 跟它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产生的 这个电流基数 产生DB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DL产生的这个 上面的电流 在这里产生的就是朝这个方向 两个对称 那么 所以这个方向的DB 它也有这个方向的分量 跟DZ分量 因为这两个分量正好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呢 全部的这个积分 就是零了 那只得一个 只得一个这个分量 所以我们就说B 如今只有这个分量的积分 那我们把这个Z拿 Z 本来就在这个积分号的外面 DB呢 就是这个大小 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叫DBZ 它就是DB乘cosθ 好 现在要积分 DB DB当然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个 好 那么cosθ 乘上这个量 我们发现呢 μ0i θ 4πr平方 这个都是 常数 都是常数 那么 就只有GDL 那么DL G一圈呢 正好是2πr DL G一圈的话呢 是2π大R 2π大R OK 那么2π 跟这个4π 约调 就变成2 所以就变成这个值 那么现在我们 我们知道 这个结果 当然是正确的 不过呢 不过呢 它里面呢 有 两个量 不是它原来给我们的 它原来只给我们一个大R 还有这个Z Z圆 Z 那么 这个小R 跟θ 它都没有给我们 因此我们要把这个 cosθ 跟R 都化成大R 跟Z 这个量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 这个三角形里面 R正好是R 是等Z平方 加R平方 开根号 还有cosθ 是等于0边 B3斜边 把它带到这个数字里头去 那么我们就得到B场 它只有Z方向的分量 那么大小是这个 如果 这个线圈不是一扎 它是一条线 绕N次 但是它很薄的话 就是绕N次 那么 它在这里的磁场 就是 单扎时候的N倍 那你就把这个N呢 N乘到这里 就变成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就是圆形线圈的磁场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前面这个式子 我们在几个 几个特殊的状况之下 如果单扎的话是这个 我们刚刚倒出来 N扎的话就是这个 如果在圆圈中心的地方呢 圆圈中心的地方是什么 Z等于0 你看这个Z等于0 这个 开出来就是R三次方 R三次方跟R平方约了 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 OK 好 这个时候它的词举 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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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拍R平方 它的方向 它的大小 Z就是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把 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 带到这个里头 把这个 NI 用这个MU来带 NI 用MU来带 我们就得B厂 本来是这个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NI 这里呈一个π πR平方 就是MU了 那你乘一个π的话呢 那分母也要乘π 对不对 分母也要乘π 然后这个Z呢 就拿到MU那里面去 就变成MU的一个向量 所以 我们可以 用这两种方式表示 N扎线圈 在垂直中心轴Z圆之处的磁场 原心处的磁场 原心处的磁场 原心处的磁场本来是这个 对不对 那现在用这个来打发看 这个等于0 那它就是2πR三次方 NU0NU 这个是用电流来表示 这个是用磁偶极举来表示 原心等处的磁场 从这里 现在我们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线圈 它产生的磁力线呢 我们是画出一部分出来 其实它也是什么 封闭的 前面我们讲直导线的电流 产生的磁力线是封闭的 这个情况也是封闭的 也是封闭的 好 现在我们要看 我们现在这个导线啊 没有一圈 没有一圈 那么它 只有一段长 一段 从这里 到这里一段 这一段长的导线 在原心这个地方 产生的磁场是多少 那么我们 这个在原心处 在原心这个地方 好 那就还是带这个式子 带这个式子 带这个式子 好 那么这个 DL cross R 你看 现在的R是什么 是从R是 距离啊 从DL到原心的距离 所以它的方向是从DL指向原心 所以DL cross R 这方向是初纸面的 初纸面的 那它就等于这个 这个夹角90度 这个夹角90度 390度是等于1 对不对 所以I DL 乘1 乘390度1 这个4πR平方 好 那么如果 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DL所产生的DB 如果说从这里到这里 这段长 它在中心点产生的总磁场是多少呢 那就是这个7分呢 7分的话就是从0到程度 0到L长 然后呢 化成L DL等于RDθ DL等于RDθ 那么θ就从0 一直积到θ 积出来就是这个 这个都不要当公式用 不要把它当公式用 这个式子我也背不出来 我从来不背的 我们从Build Server Law 可以把它导出来 OK 如果整个 这个θ角 你看啊 如果是整圈的话呢 那θ的2π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导出来的吗 在中心处的这个磁场吗 对不对 如果是半个圆圈的时候呢 因为方向都一样 那半个圆圈的时候 那就是只有这个一半 只有一圈的一半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值啊 只有1分之1的话 那θ的2分之π打进去 就好了 这只是告诉各位 这只是告诉各位 说我们可以 通常我们可以导出一个 一个一般的式子 然后这个里头的θ可以变化 这是在什么时候呢 当这个磁场的方向都一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做 好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 比奥特沙瓦罗 修持场 再来一个方法叫做安培定律 Ampers law 这里找了一个点 Ampers law Ampers law 我们现在就看 假如我们有一根直导线 它垂直进入这个荧幕 垂直进入荧幕 垂直进入荧幕 那么根据 垂直进入荧幕 那我们知道 它在它的周围 一定会产生磁场 根据比奥特沙瓦罗 我们知道 它在它的周围 会产生磁场 产生磁场 那现在我们就要问 周围都会有磁场 那么它在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是把这个电流的导线 包在里面 也就是说这个导线 穿过这个电流所包住的这个面 上面也有磁场 那现在要问 这个磁场 线积分 B.DL 每一个都有B 每一个都有DL B.DL 全部加起来 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是多少 好 那现在我们 首先就看 这个是长值的导线 这个是长值的导线 距离R的地方 有个P点 这一点的磁场 就是5 根据B.DL 我们刚刚求的 5μ0I 2πR 5就是这个方向 这是电流的方向 电流方向是Z的方向 好 好 那么我们就看B.DL B是这个 B.DL 就是这个 DOT一个DL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向提出来 这个两个向量相乘 好 这个相乘的话就是 这个是单位向量1 乘上DL的长度 再乘上这两个向量 夹角的余旋函数 B.DL F DL F DL F 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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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 DL DL 這個垂直的方向 跟I到P點 跟它垂直的方向 因為它是右手螺旋頂著 垂直的方向 這是B場 DL在這裡 假如B場跟DL DL就是切線方向 就是這個路徑的切線方向 它的夾角是θ 我們就倒的就是cosθ 現在我們就把DL 乘上cosθ DL乘cosθ 就是表示DL 在B場這個方向上面的 分量 分量 就變成 這個分量 因為這是垂直 這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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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不得已畫這麼大 所以這時候兩邊都可以當作垂直 那麼Ds呢 就是 Ds 我們就可以看出是 這段的弧長 這段的弧長 所以這個長度 這就是es 它在這裡的 投影長度 它又可以當作弧長 所以RD5 那這個R跟這個R約掉 那這個R跟這個R約掉 就變成μ0i2π 乘上D5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積分 這個積分 這個常數在這裡 積分 那這個積分呢 你看D5 就是這個角度 D5就是這個角度 D5就是這個角度 其一個封閉路線 那就是2π 整個角度是2π 2π跟2π 因為它在μ0i 所以我們得一個很有趣的結果 是Bdl 封閉路線的積分 等於μ0層i 這個 是我們有 無線長的細導線 帶有電流i的時候 所導出來的磁場 實際上 我們一般 可以把這個式子 寫成這個樣子 把它擴充 擴充 擴充以後 就是說 現在這個電流 不是單一 不是只有一個電流 它可以有好多電流 i1 i2 i3 i4 i1 i2 不是指導線上的電流 通過這個面 i3 i4 不是指導線 它就代表一種電流 它穿過這個面 或者從這裡穿進去 或者從裡頭鑽出來 就穿過就算 好 那麼這個b場 就是這些 b場 就是這些電流 在這裡產生的總電場 總磁場 那這個i 要換成 這個i 要換成i enclosed 這個封閉路徑 所包住這裡頭的 經過這個封閉路徑 所包住這個面積 穿過這個面積的 所有電流 如果鑽進去的是正 鑽出來的就算它是負 鑽進去的算是負 鑽出來的就是正 它是加加減減 那這個是代表 變流的淨值 Net current 好 上次的物理意義就是在 一個有磁場分佈的空間 磁場分佈的空間 任意取一個封閉路徑 磁場圓這個路徑的積分 積分值 圓這個路徑的現積分的值 等於穿過這個路徑 穿過這個封閉路徑 所圍成的面裡頭 所有電流的淨值 乘以μ0 這個關係就叫做 amperes law 叫amperes law 這個味道就有點像什麼 像高四定律 你高四定律用得好 你會用了 這個就自然會用 如果你高四定律不會用 那你這個數字就不會用 我們這是環環相扣 你當中有一環斷掉了 你底下就接不起來 所以你在家裡一定要加倍的努力 加倍的努力 那這個i and cross is像這個 它是i1 i2 i3加起來 不過呢 在這裡我們把i1 進去的算是正 那麼i3也是正 i2是負 i4也是負 這是我們設定 你可以設定 進去的是負 出來的是正也可以 以上我們介紹的是安培定律 我們明天講安培定律的應用 我這個一再勉勉你們 你回去一定要動動腦筋 要不然你學不到東西 這個跟你高中完全不一樣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你不學你怎麼辦 你事先也不做預習 回去也不看 然後題目也不錯 那你說你一定要及格 怎麼及格吧 怎麼及格 就算你及格了 你將來怎麼念下去 對不對 要覺悟啊 回去要多用功 還有今天我發了考卷 沒有拿到的同學 可以到前面來拿